葛珮帆議員 主席 議員 議員在議事廳中公然說他槍耳癞瘓中環 我相信這也是在座各位聽到的 這些行為令到很多商界 尤其是中環上班的朋友都非常憂慮 也會影響他們在香港繼續經營生意 我想問的是主席 當局有沒有向這些商界和議員提供 具體了解他們的關注事項 會不會給他們一些指引 或者跟他們共同研究 如何去部署減低他們的營商風險 哪位局長答 政制及內對事務局局長 主席,多謝郭佩帆議員的提問 或者我分幾部分嘗試去認一認 第一,正如保安局局長剛才有說過 政府當局很關注社會人士 提出佔領中環的行動 我們也了解在社會上有不少的團體 和人士關注一個行動對社會造成的影響 包括剛才有不少的議員 或者保安局局長有提及 擾亂社會的秩序 破壞香港經濟和營商的環境 衰弱香港的競爭力 跨國公司會不會因而撤走他們的業務等等 當然如果發生佔領中環交通的要度 交通受到癱瘓的時候 將會對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造成嚴重影響 甚至影響為市民提供的更加服務 對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都構成威脅 當然譬如剛才也有議員關心交通方面 保安局局長也指出 港島地區的道路交通是很繁忙 中環的一帶如果在任何主要的道路上發生了 阻塞的事件都會對附近一帶的交通 和雙連的主要幹道 其他道路造成嚴重的影響 主席現時在中環商業中心區的主要道路 是為東西向的乾樂道中和下角道 根據過往的經驗 如果要在主要道路或者附近發生小型交通意外或者事故 都會對道路網造成交通的阻塞 如果中環一帶的交通受到阻塞的話 會在短時間之內嚴重影響其他地區和主要的道路 除了中區之外 上環、灣仔、銅鑼環和爬馬地一帶交通 亦都會極度的擠塞 而其他主要幹道包括乾樂道、告示打道、東區走廊 和紅磡海底隧道和西區海底隧道的交通 亦都會受嚴重影響 範圍可以伸延到九龍方面 在經濟方面 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所提供的資料 一直以來金融監管的機構 香港交易所、結算所和個別金融機構 都有制定應變的計劃 以處理可能影響業務正常運作的各種情況 和確保在遇到突發事件的時候 相關機構能夠採取適當的應變措施 將對他們核心業務的運作帶來的影響 是盡量降低的 但儘管如此 中環由於本港中心的商業區 大多數主要的金融機構、基建和監管的機構 都是切於中環的 一旦中環出現大型的佔領堵塞道路的情況 無可避免對香港的金融 以至相關活動構成影響 並且對使用有關服務的市民造成障礙 假如情況持續的話 以至中環商業區長時間無法正常運作 即使相關機構有應變方案 但佔領堵塞中環的要道帶來 和衍生的連鎖反應 我們相信會對金融業造成負面影響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郭貝帆議員 不是回答我 它會不會和商界商議 制定一些指引 尤其是讓鍾小企都知道如何 當真是有佔領中環發生的時候 他們如何可以確保商業 不受損失 竟生會和內地事務局局長 主席 相信保安、警方和政府當局 是會在過去和現在 亦到了這段時間 與商會 以至當區的大域 可能受影響的人士保持緊密的溝通 特別我們同意在中環方面 都有不少的中小企業 一旦受到影響 他們會第一次受到最大的 經濟上的損失都不定 故事我們都一直留意事態的發展 正如剛才所說的保安局局長指出 我們警方和政府當局 會有各種應變的預案 根據事態的發展 會作出相應的部署 希望可以確保香港市民和中小企業 不會受到這些違法行為所影響 多謝主席